我還要這一題 他說這邊有個點坐標 這個點坐標屬於第二向線 求K的範圍 好 他說這是個點坐標 屬於第二向線這一個點 對吧 郭奧在這邊 斗點撇中間 在第二向線 老師可以知道 這A軸什麼號 5號 Y軸什麼號 正號 所以說喜好這邊老師可以知道 A軸的部分是由誰決定 這3K-1 分之K加要怎樣 小於0 Y軸部分 這K-2分之2K加要怎樣 要大於0 那喜好這邊說 老師可以知道一個觀念 相除小於0 改成相乘要怎樣 小於0 這樣行不行 那這邊相除大於0改成相乘 要怎樣 要大於0 這樣行不行 那要翻譯把X的範圍找到 我們先算這個好不好 OK 我們看這邊我們這個職業先算 不管小於大 先看什麼 等於0 等於0 A軸是幾 負2分之1 等於0 K自己2 大於7 兩邊 所以K要麼比負2分之1小 或是K比誰大 比2大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你去綜合一下這兩個答案 你看第一組答案 第一組答案告訴我 K只能借一幾 3分之1 到負1之間 這第一組 第二組答案告訴我說 K要比誰大 比2大 然後比誰小 負2分之1小 所以說圖形哪一塊 圖形在這一塊 所以說寫答案告訴我 K接幾 K接負1到幾之間 負2分之1接 負2分之1之間 是叫出來了 所以說K接幾 負1到負2分之1之間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